这个数字 首先特别注意,这个是用日期的角度去思考 另外第二个你可以用文字的角度去思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已经知道有这些字了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切 前面的lab三个字 切后面从这边第几个字到第1个,用mid 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这几个字 分别把108放在这边来 把12放这边来 意思就是说把它当什么了? 当文字来看待 如果我要把它当文字来看待的话 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 这个也非常重要,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有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完成 哪个方法好呢? 其实我觉得各有它的优缺点 因为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的话会比较直觉 因为你看到是什么,切过还是什么 但是呢 你必须要先做什么 当然如果说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108直接过来 你想说前面三个字 那你的直觉是把它当文字的话 第一个就是用文字函数 前三个字的话用lept 前三个字 lept 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些字的前三个字 你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它变成438 为什么? 到底很简单,刚刚有显示吗? 因为它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438 不知道多少忘记 反正有五位数字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lept切割的话 你会看到的跟你得到的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 因为你要必须怎么样 如果你要看到跟你要切割是一样的话 那你必须先把这个资料先什么 先透过一个东西 一个函数 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txt 有没有 先真的把这些转换为文字 再做lept切割 就会成功了 有没有印象 好像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周吧 还是第二周就有讲到 而且我一直强调哦 这个函数 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这个函数 很多的你看到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做?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一语先练习 刚刚讲过 year month day 跟week day OK 再思考一下呢 如果我不要用日期函数 我要用文字函数 那我直接把这些做切割的话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第一个 也是一样啦 其实日期 跟时间 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解决如何把一个储存格 日期 你所看到的 把它做分割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 再把它 变成 变回 日期 就是再把它合并 大方我印象中最常遇到不外乎就是日期的 哦 啊 是 说 是 词 词